就算辯護的這個再辛苦 但是還是這個希望要這個回應一下是吧 志涵好我很多要回應 首先先來說一下這個民調 這個民調呢非常有趣哦 貴單位就是現在只取了ET Today 跟美麗島的民調 其實他們很明顯都是用式化來做民調 不過呢在最近有兩份最新的民調 一份是匯流的民調 匯流民調賴清德是28.4 柯文哲是23.4 兩根只差五個百分點 再來就是我們自己的內參民調 我這邊可以拿出來給大家看 這是求證民調 那麼我們總共做了1069人 式化是做了752個人 手機是317個人 如果說是這個四卡都的話呢 賴清德是29.2 柯文哲是21.4 侯友宜跟郭台銘都只有12到13 另外呢如果是三個人來比的話 賴清德是33.7 柯文哲是27.1 那侯友宜是18.1 其實除了ET Today 還有所謂的這個美麗島電子報 有很多的策略性民調 包含是很希望能夠 這個藍白河等等的策略性民調之外的 方間的多份民調都是同樣的趨勢 也就是柯文哲目前還是第二 那另外我要回應的是 所謂的這個四叉貓 他非常有征信的能力 那我也要回應一下你晃哥 其實情業重信 他不只是一個會計師事務所 他協助很多的企業做征信的工作 這個東西大家上網查的話 其實可以看到他的業務範圍非常的廣泛 之所以我們希望有個第三方 就是因為現在民眾黨的人越來越多了 那其實很多東西呢 雖然你說Google查可以查得到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透過一個 第三方的征信平台 包含是他不管是打算要入黨 或者是要擔任黨公職 或者是他入黨之後 還有不法的行為 這些東西都能夠受到一定的規範 而且避免被吃案 不過接下來我要再說了 我覺得四叉貓非常有趣 他眼睛永遠是對著民眾黨的 但是對於公德堂 他似乎是沒有任何的 完全都不會看到 他可以看到這些穿著白色衣服 穿著長袖長褲的人 他認為他們都是弟兄 遮蓋掉了刺青 但是他卻看不到呢 在9月12號的時候 賴清德成立了一個全國保全產業 賴清德後援會的成立大會 在他旁邊也就是林佳龍旁邊的這一位呢 他擔任的是總會長的工作 他是一位張姓的這個產業公會的總會長 他是擔任信賴這個信賴之友會的 這個產業的這個總會長 不過呢他被起底曾經取得 為了取得社區保全的業務去恐嚇住戶 而且還毆打社區的管委會成員 並且遭到了檢方的起訴還有判刑 那麼賴清德呢他在這個會上呢 他是說他感謝張達昌一直以來 站在第一線來推動保全的權益 不過這一位張姓的總會長 他其實已經被判刑了 而且他是跑到管委會裡面 如果有不從的話呢 就把東西摔壞 然後呢有毆打這裡頭的幹部 那我想這些東西呢 恐怕也不需要任何的Google真信 其實如果四叉貓真的這麼厲害的話 我相信如果你去Google 民進黨裡面的很多的黨公職幹部 大概有超過兩成的人 可能都有相關的案底 但是為什麼呢 他們不是用同樣的標準 來檢視民進黨跟民眾黨 而當民眾黨現在打算要用第三方的平台 來讓黨員可以透過很多的方式來自保 或者是讓這個黨務的工作更順暢的時候 又要交到這樣子的山下 那最後我還是要回到高桓安的事件 如果今天沒有郭台銘跟柯文哲 來幫這個高桓安做推薦的話 當然我們也不需要坐在這邊 幫他辯解 但是我覺得一碼歸一碼 今天他如果有罪的話 如果他真的涉及不法的話 就把事實證據拿出來 剛剛我也說了 這位前局長他如果真的有錄音 而且這個錄音極確是 有牽涉到喬世晴的相關的證據的話 就把它撐給剪掉 該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我們這邊絕對不會胡斷 不過我追問一下 現在這個因為在講藍白河 現在這個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都講說 現在連國民黨都不敢碰高桓安了 你怎麼看 國民黨如果喜歡 就是用這種切割的方式 或者是未審先判的話 我們也覺得樂見其成 因為如果國民黨的相關的態度 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覺得其實我們一直都在說 藍白之間呢 對議題的部分是可以合作的 但是所謂的藍白整合 一直說要把民眾黨整合 或併購這件事情呢 我們是覺得有點太過天真了 好來 來這個敬平怎麼看這個致函的說法 現在李柏毅講說 現在這個當然民眾黨 我們現在看這個致函 還有昨天爭語的態度 並沒有這個像媒體報導的說 柯文哲要冷處理的感覺 當然還是這個挺高桓安到底 還是無罪推定 那可是這個李柏毅是講說 國民黨現在也幾乎都不敢碰他了 所以他認為這個高桓安的政治生涯已經結束了 那接下來這個可能十二月二十六號在新竹喔搞不好會有人醞釀要罷免高桓安喔 所以你怎麼看喔 那接下來高桓安的事件 因為如果是十二月二十六號的話 欸是在選前喔 所以你怎麼看高桓安事件對整個選情的影響 還有國民黨的態度現在到底怎麼樣啊 朱立倫那時候不是第一時間跳出來挺他 我那時候在國外我看了我都覺得很生氣 為什麼第一時間 因為你搞不清楚狀況啊 你又不是很瞭解 去年你現在這樣溫良公姐讓我有點不太習慣 先溫溫的 但是別不用一直加溫 那麼我跟大家講講到這我就生氣 去年大選的時候你問晃哥 我跟他同臺多少次啊 我是不是一直覺得說 在那時候我力挺林跟仁 對啊 那他也有跟我同臺啊 仁俊也是啊 我一直說林跟仁 然後我看到那些有些在國民黨地方人是倒戈去挺高桓安 我就覺得不是說不失智慧 當然覺得也是不是智慧 而覺得莫名其妙 你不挺國民黨自己提名的這個市長候選人跑去挺高桓安 然後而且那時候發生助理被案很多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也認識這個就像剛剛 晃哥我們在講我們以前的同事在他那邊當助理嘛 然後也知道也相信我們以前的這個同仁 然後弄成這個樣子 我就說是非曲直大家要講清楚 當時多少民眾黨的粉絲 多少柯粉高桓安的粉絲跑來罵我 然後來我的臉書洗白沒差啊 他就是助理被案子 你看果然去年的事情 今年八月中不是被起訴了嗎 你要說檢方濫用司法資源嗎 都被人家告發那怎麼辦 現在國民黨內到底對高桓安的態度是什麼 有到底要不要切割 我聽到了這兩天是說不要能不談就不談 能不碰就不碰 也不要口出二言 像我這種不要命的是很少的 會去講啊 因為我本來就不挺他 我本來就不會支持高桓安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少年得志 從立委的時候只當了一年多 到現在這個市長不到一年 都可以惹出那麼多的 捅出那麼多的樓子 當然不見得是他自己 或是可能是他自己跟他的幕僚 他的這個人員 整個這樣子合力捅出來這麼多的這個狀況 也像是讓他讓我自己也開了眼界 所以雖然是全台灣三十八歲 打破林志堅的紀錄 最年輕的縣市首長 但是呢 從立委到市長 匪陶匪的紀錄 曾經讓他可能感到很非常的驕傲 可是是不是因為這樣 就輕忽了很多的事情 我不認為這對他是正向 來請教這個任俊 你怎麼看這個高宏安的事件 一直延續下來 到現在的民眾黨的這個 黑黃的爭議還是沒有停過 那到底這個整體對選情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剛才志函講說 我們自己內部做的 這個內蔡民調 柯文哲第二名 我們如果加入這個手機的話 柯文哲很多民調裡面 都是第二名 那你怎麼看 可是重點是趨勢 柯文哲的趨勢 到底有沒有再持續往下 那如果沒有的話 他憑藉的是什麼 爭議這麼多 我認為在這件事情上面 對民眾黨來講 他當然勢必會有一個 很掙扎的一個狀態 如果你不挺這個 所謂的自己的市長 就是在沒有具體證據之前 我那個說法會回到了 一個最保守的一個 我支持他在法律的狀態之下 爭取他的清白 那問題是在過去 有沒有用同樣的東西 去質疑跟檢視別人 我就講 比如說林志堅的時候 是怎麼認為說 我們支持他 你挺抄襲 那難道這個東西會不會被民眾認為 哦你支持高宏安去講 哦你挺挺搞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才會是變成是 柯文哲現在 挺貪污 這個東西對民眾黨來講 或對柯文哲本身來講 才是他真正要面對問題 這些事都不是你做的 我先強調 這個事情是高宏安他被指控 被被懷疑 認為說有這些事情發生 但為什麼會跟柯文哲扯上關係 那就是你在這個事情上表達的力度上面 你自己必須要去衡量 民眾能夠接受的道德的這一條線 到底在哪裡啊